我愛聽我唱歌 唱咱的心聲 痛苦做回答 我愛聽我唱歌 一條證歌 心甘彼底都是你的心聲 你愛唱的歌 是我的情緒 未來的交往 你換你合唱完的山 只要你有我的歌 誰來作破 就不會過多 平安這個是前哨戰了嗎 前哨戰 對 你之前有參加過歌唱比賽節目對不對 對 就是台灣那麼旺的節目 那後來是比到什麼程度 就是大概比了一年多 然後就是但是沒有過關 就是一樣是留在那邊然後繼續唱歌 然後後來結束之後呢大概隔了 八個月多 然後就想要重新燃起對唱歌的企圖心 然後就是來紅人幫比賽 對 他一開始是想參加我們的小小歌王那台賽 結果後來因為我們那是有一個時段的嘛 對 要暑假嘛 所以他又先去了其他的台 也磨練了一年多其實那一年對你也很重要啊 對 有曾經想放棄過嗎 就是之前有一次好像就是剛剛有說到的遊學團 然後也有想放棄 然後加上平常啊就是有課業很繁重 就是像要回家之後要練琴 然後跳繩 寫功課 然後背一些要考試要背的東西還有那個練歌 對 尤其是你來紅人幫的這段期間是你最忙的時候 對就是都要混在一起的 那你覺得你這麼忙的過程裡面 有什麼活動是讓你覺得最奢侈最放鬆最開心的 應該是去看棒球 對 可以拋開所有的煩惱吧之類的 所有的壓力啦對不對 那現在你等一下 現在是小學生都流行跳繩 我剛剛也在想這個問題 林芙玲也跳繩 她也跳繩 那是這麼多家長怕小孩長不高是嗎 其實我也有跳繩 你有跳繩 對就是運動而已 我是單純運動 那你要不要過來人的身分告訴大家說 其實不用跳得那麼辛苦 沒有我以前沒跳 所以你趁現在 趁現在 趁現在 好 媽媽老的比較想要跳 OK 那當你跟爸爸講說你要繼續完成比賽的時候 爸爸有勸你不要嗎 沒有 他們就是爸爸媽媽一直都支持我的想法 我也覺得很 很開心 很開心 OK 那你今天要唱什麼歌 今天我要唱溫男老師的《聽我唱歌》 為什麼要唱這首歌 為什麼要唱這首歌 因為我想要謝謝所有喜愛我的觀眾朋友們 然後還有就是支持我的一些家人們啊 還有大家之類的 就是想要給他們聽這首歌 然後希望他們可以繼續為我加油 然後順利的進到某網站 是 是 而且他這次如果可以成功的闖過20關 可能聲音就要休息一陣子了對不對 對 就是因為要 六年級的課業比較繁重 加上有可能我會變升級 所以就先暫時沒有要做比賽的這個規劃 對 這樣也好 哇 所以這是一場即將揮別同年的演唱耶 所以換句話說這會是 紅人榜會是他在學生時期的最後一場電視的歌唱比賽嗎 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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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是是 那我們就來聽你的演唱 好嗎 謝謝 我們掌聲歡迎 謝謝 快點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來聽我唱歌 唱咱的心聲 通口做回答 來聽我唱歌 只條證我 算甘彼底都是你愛心吃 你愛唱的歌 是我的情緒 你愛的感恩 你換你合唱 沒想到 你愛唱的歌 你愛唱的歌 是我的情緒 只要你有我的歌 想來走破 就不會孤單 來聽我唱歌 唱咱的心聲 通口做回答 來聽我唱歌 只條證我 算甘彼底都是你愛心吃 你愛唱的歌 是我的情緒 你愛的感恩 你換你合唱的歌 只要你有我的歌 想來走破 就不會孤單 就不會孤單